那個王水遇上有時候喝 你為什麼現在請你喝 王水嗎 你說那種東西人情整個事故一次 王水 你看王水 好啦 這樣講王水 王水當初發明王水是要做什麼 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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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廁所 廁所 不是廁所 是支百病嗎 不是支百病 王水 王水不是喔 王水 殺人 是毀屍滅積用的 王水是一個 是一個強尊嗎 處理屍體 處理屍體用的 不是啦 他主要是硝酸 跟 硝酸跟鹽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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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硝酸跟鹽酸混合 好 混合之後 它變成王水 要王水 它發明出來 它這個水被發明出來 最大的用途是要融鐵金塊 融鐵什麼 金塊 金子啊 融鐵之後那金子能碰嗎 融鐵之後 你學過化學就知道 我可以把它融解 我就可以把它變成物體 就跟鹽巴融到水裡面去 你可以再把鹽巴拿出來 對不對 可以吧 你再把水給蒸發 鹽巴就跑出來 同樣你把金塊融進去之後 你就有辦法再把金塊再萃取出來 萃取出來 萃取出來 它這金子不純 那請問怎麼辦 你怎麼提煉它 我現在很容易燒它 高溫然後讓它融化 高溫讓它融化 然後再蒸發 其他東西跟著一起融化 對 那你還是沒辦法把它提煉出來 嗯 你還是沒辦法提煉出來 不是啦 可是它們融化的那個 需要的溫度不一樣 不一樣 有的是差一點點 網水只能融金 不是 不是只能融金 它可以融金 但是大部分的時候 金子很難融嘛 融掉任何一個磚 瘦酸 瘤酸 鹽酸 它融不掉 金子都融不掉 那你要做這個事情 你可能需要把金子先融掉 那這時候只有網水可以融掉 那拿 拿酸去融解 屍體是一個不好的方法 像屍體不要被融解 是用什麼融解的方法 燒掉就好 燒掉當然是這個方法 那你如果說這樣融解好了 像屍體有兩個東西比較好融解 我們都學過生物嘛 對不對 蜘蛛怎麼吃昆蟲呢 蛋白質 蛋白質 什麼意思 它黏住了 然後再把它吃掉 它怎麼吃 它是用嘴巴去咬它嗎 用吸的 它怎麼吸 用嘴巴 它先打進去酵素 打進去酵素 讓它融解 再把它吸出來 對不對 所以假設我今天有 真的要出一個屍體 我有辦法去找那種酵素 它可以很快地分解蛋白質的話 它就可以把蛋白質給溶解掉 它可以把蛋白質溶解掉 它就可以處理了 那另外的做法是用什麼 我們家如果排水管不通 我們家如果排水管不通 你會加什麼 通熱 你會加通熱嗎 通熱什麼成分 通熱是搶減 不是加通熱 是加威猛先生 威猛先生也是一樣 威猛先生也是搶減 你去看它的成分主要是什麼 主要是氫氧化鈉 主要是氫氧化鈉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在用氫氧化鈉 容易會處理什麼 有時候 它那做皮革啊 動物的那個皮革有沒有 做皮帶啊 它有時候用那個 這要削 它要去 去把它做一個處理 它做處理會泡一下 把它做一個溶解 然後 然後 所以這個通熱 它就是可以處理蛋白質 它可以把蛋白質給溶解 所以它把蛋白質溶解 它就可以處理那個排水管裡面的雜質 因為排水管裡面雜質 大部分都是我們毛髮 頭髮啦 我們身體的一些垢啦 那你看身體垢就是皮膚啊 所以這個排水管 譬如我這邊堵了一些頭髮 頭髮堵住了 然後在這個毛屑它就卡住 它就卡在那個頭髮中間 它就溶在後面造成堵塞 所以我用這個 牆剪下去呢 它就可以把這個毛髮都溶掉 唉唷 它就可以把這些溶解掉 所以你要是它處理是用牆剪比較好 奇怪 幹嘛不用水沖就好 有時候沖不掉啊 因為它堵太久就沖不掉了 就把它拆開 拆開就是要沖 對 拆開也是個方法 但是如果它底下很深的話 你就是要打水 你拆開啊 對不對 那就要花比較多的錢 好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化學元素跟化物 後面同學 不要撐著頭 不要撐著頭 把頭抬起來 你們頭那麼重 這樣子 對對對 會越來越沒有精神 好不好 頭抬起來 為什麼 跟弱頭抬起來 好像要睡覺 我們現在又是進入一個新的單元 我再提醒一下 因為 有時候 常常就是我們在學習一個東西 你覺得我前面兩天 上次上課的時候 我以為是黃人 所以沒聽清楚 所以我後面就都聽不懂 好 沒聽懂之後呢 沒聽懂之後 就很難再接續下去 就會覺得我都聽不懂 所以就自暴自棄 就開始一直睡覺 一直睡覺 作為都不寫 課本都不看 那就永遠就是這個樣子 沒有辦法改善 你只有說 重新找一個機會 振作起來 那振作起來 最簡單的方式 是當一個新的開始的時候 做一個振作 這最簡單 當然最好是每天都要振作 照這種起來的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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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